人的一生你只要有一件事情 你是很喜歡然後不會擬的 所以我覺得就成功了 你自己還剝的 我剝的差不多的煙又過了 差不多的一天時間 差不多的閒 我過著差不多的天 走著差不多的閒 跟人又差不多的閒 我的差不多的邊緣 又是差不多的一年 是差不多的人生 走在見縫插針 我說如果我再寫不出 這麼好的歌的話 那我 那個熱狗啊 他出了一個新聞你知道嗎 什麼新聞 有人說他超死 熱狗來到強強YouTube頻道 宣傳他即將開演唱會 這回強強 則請到爸爸談談 對於熱狗新單曲 抄襲漫畫家朱德庸作品的看法 想到什麼就拍什麼 我想到我們就進入什麼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靈感來創作 那麼久了 誰會記到20年前的事情 沒有人喜歡去製造麻煩 對不對 已經展現他的誠意了 熱狗他到現在的這樣子知名度 也沒有必要去抄襲 沒有意思 對 沒意思 如果是熱狗今天抄襲了你的 那個買車找不易 你那天有武器 他要幫我抄襲 那也是好事啊 因為表示 人家肯定我嘛 有勞人且勞人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好的 謝謝你今天又做了一個 公到公的角色 這會能啦 不會啦 你要先拍 他要開演唱會喔 祝福你開演唱會成功啊 讚讚讚 生生生 這什麼檳榔 是芝麻檳榔 這個是瘦子去參加那個 皮筋斬棘哥哥 特地帶回來給我 用檳榔交朋友 沒有啦 其實我早以前認識他了 你多大有看到牆牆的 就是 我很愛玩的時候 我覺得你那時候才18、19 20左右啊 就在夜店啊 那是以前我們去夜店玩 都會看到他 那是什麼意思不能聊的 就是一些那種 違法犯計的事情 這樣不要說 違法犯計的事 我應該做一大堆啦 可以啦 都可以啦喔 對他的印象 會挺累喔 我在水幾年前 就是那時候的歌我會聽 後面歌我不聽了 那時候的歌很好聽 20年怎麼了 什麼不聽了 聽劍音啦 對 但是我還在台妹 不用講啦 但是謝謝雅步 跟超波先生 喔 超波先生的時候 他第一次唱的時候 像我還在黑社會 就是我還住在下面聽他唱 然後我第一次聽覺得 欸 我覺得這首歌還蠻好聽的 可是網路上 不是只有你唱這首歌 搬車的那個 是你的搬車 我沒有搬車 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你代表我很天真 那翔翔當你老婆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最多吃的又這麼辣 所以小12歲OK 剛剛好啊 那熱狗當你老公可以嗎 我比較像小孩 你要照顧我 講這我不行 你看這我不走就不行 現在都覺得好像 我很誇心 然後好像常常在換女朋友幹嘛 其實我從青少年到現在 其實真的交我女朋友 就三四個 真的假的 那打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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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過幾個 你打過幾個 你怎麼算 你是無法算 因為我不會去記那種記點數的 我記點數那是很沒有自信的一件事 但是我可以算的大概就是 10個以上到100以下 那我算太多了 70以下 欸我講成這樣 這個 好啊放過你啊 我老實說是會喜歡我這種心的嗎 我覺得你應該是 Rapper的菜 他可以當Rapper 我覺得就是看你的技術啊 有些Rapper我看看你沒多會唱啊 我就是啦 要不然你現在唱一段試試看啊 我要唱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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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欸我以前竟然寫出這麼色的歌 我剛剛聽了我會覺得說 你這很容易被人家me too 我覺得你就不用擔心 不會啊 XX有靈感 我也不會 我們雖然以前常去夜店幹嘛 其實我們是很有品的那個 其實我最近一家一同種人 我不會在夜店亂來 然後也不會把GINO說七八糟 但是就是很愛玩 然後我們這種臉的看起來 真的都是很容易被人家誤會 其實可以貼標籤 其實我在這 其實我 我真是時速的大概也沒有到不誇張 你講這些都不怕被你爸聽到 他走了啊 他走了 不然我怎麼講啊 你們看他剛剛就在裡面我不講話 你怎麼剛剛唱得怎麼樣 其實是認真講嗎 認真講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不太行 我覺得不行 你的聽起來很平 就如果是謝謝雅虎的話就是 先讓我們交換一下MSN 兩個陌生人開啟一雙新的門 原來愛是這麼簡單 但你別打出一文的安安 網路線會因為你而癱瘓 原來旋轉泡泡球是這麼好玩 沒看到你的上線我的心就好亂 你知道他是有 那耶 我們終於見了你才對 對 就是你可能要 你把我關醉 是這樣嗎 這樣還真的好一點 那你怎麼套上老舌之母的 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東西 就是我青少年那時候 大學吧 然後聽聽聽就覺得 這種音樂好像好簡單 它就是一段節奏嘛 填一些押韻的字進去 好像就是我也可以啊 所以很早期的時候我就想說 試著我自己來寫一點東西 然後就這樣子誤打誤撞 就這樣開始 為老舌的大前輩一開始 會不會很辛苦 辛苦當然是辛苦 可是 你那時候不會覺得辛苦 你會覺得很好玩 因為你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一開始它就非常純粹 你也不是說想要用它來幹嘛 或是我想要用它來賺錢 我要當一個歌手 然後我要很有名利 沒有 你就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這真的跟我很像耶 然後我是因為我很曖昧 我想拍這些東西 所以我一直堅持下去 這個怎麼懂得 對 我覺得我們堅持那個點是很執著的 就讓別人看不懂 我還會繼續做 對啊就是因為你喜歡這個東西 即便那一直到現在 已經20年了 就是你還是喜歡 就是你可以從這件事情上面 獲得很大的成就感 有的時候我都覺得 就是這一些短暫的時刻 你感覺 你自己還多的 人的一生你只要有一件事情 你是很喜歡 然後不會你的 所以我覺得就足夠了 越做越大之後 就會覺得沒辦法那麼利用 就是要顧慮到越來越多事情 我都會覺得幫手幫腳 當然會啊 你會這樣覺得對 會會會會 你可以想出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現在可能會 顧慮非常多 這一定是會 幫手幫腳的 差兩個月前一次 不是啊 尤其是現在這個年代 更誇張 就比如說像我 我覺得我自己 已經算是一個非常非常 殺脫的人 常常提醒自己就是 我千萬不要被 流量給綁架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像我們創作者 你寫了一首XXXX 然後你覺得那個MV也拍得很好 他點率怎麼那麼低啊 我懂你的概念 我很懂 你很喜歡的東西 他竟然沒有人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是不是我的錯覺錯亂 那樣的綁架 在這樣一個年代 你很難不被網路的東西 這些影響 好那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我會綁架的很嚴重 因為以前我也是 不在乎這種東西的人 我現在覺得 嗯 我好像有點怕 你知道嗎 我懂我懂我懂 真的會有這樣的感覺 這算是一種成長 還是這算是一種壓力 你有妥協有不妥協 它會拉扯 那就是你要自己找到一個平衡 然後一個舒服的位置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 我們能夠妥協 可是我們之後要妥協 是嗎 沒錯 你如果不妥協 你也會說什麼 那這樣怎麼辦 你知道很多人生這種事情 我相信很多人也有這個問題吧 我覺得這時候 你有沒有幾個信任的朋友 就很重要 他要懂你的 然後你們都很互相了解 而且你知道 大家不會去相害 或者去爆料 你們是不是要問我那個事情啊 你們就直接問好了 別人繞一大圈 為什麼 其實這件事 我什麼時候都不知道喔 我現在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不知道比較好 好 然後 這是真的 完了 就是 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像你講 其實某種程度我是妥協 因為我想要讓事情 有一個更好的結果 然後也跟前輩致意 就是我想要把事情處理得更好 那所以我願意去道歉 可是後來事情的發展結果就 人家會慣上就說 那你就是這樣 對就是事情發展結果 就不是那麼順利 我做的是HIPHOP音樂 它這個音樂它有很獨特的 音樂的特性跟文化 比如說像 取樣的風格 取樣的技術 那HIPHOP本來就是 看到什麼書 你看什麼電影 或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想法 你就會把它寫進歌裡 對 我在隔離的時候 因為我寫不出東西 那我就去翻我一個 手機的那種E-mail 因為我以前看到什麼 我覺得 XX的東西 不錯的東西 我把它寄在手機裡面 那我就這樣翻翻翻翻 我就翻到了一個 20年前 寄下來一個文字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那個文字是 來自哪裡 就是我只覺得當初覺得 XX的文字 它這個故事 我覺得蠻XX的 我就可以發展成一首歌 對那後來 這一段文字是 出自於 舒老師的 他的一個漫畫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我在這邊我願意發 最惡毒的事 我根本不知道 很多人是因為 在生活當中 去找到一個moment 會可以找到靈感 可是那個moment 那個靈感 就剛好是來自 這樣子的初術 但是那我算是真的抄襲 如果你說這個抄襲 那我差不多先生也是抄襲 但是我很喜歡 差不多 因為他擺明就是 圖式的那個差不多先生 我把它改成現代版 那我所有任何歌裡面 有取樣的那些東西 因為HIPHOP它會取樣 不管是音樂上 編曲上 或者是副歌的一些處理上 可是我願意去妥協 就是說 我承認我的錯誤 因為確實那些文字是出自於他 然後他願意授權給我 然後這個歌有發 那我會把我的權利返給他 就譬如說這首歌的一些版權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我想要他事情 有更好的結果 朱老師那邊 一開始得到訊息 好 你要跟我談嗎 好 那你先道歉 所以我願意去道歉 我們當然有見面 然後聊 然後想要溝通 其實他們就不相信 我不知道這個是他的 他們覺得這個 這麼紅 對 這麼紅 怎麼可能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2004年的 我覺得那時候我才幾歲 就是我當然知道朱老師 我也知道他的大概的畫風是怎樣 可是他的那些漫畫 就不是我會喜歡看的那種菜 你會去看的屬性啦 對 因為其實我身邊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們也都很年輕 沒有一個工作人員發現這些事情 早一點發現的話 可能就去談了嘛 但他確實藉由你這一次 能走進我們年輕人的事 我後來寫了一首新歌 樓上的房東 好 你說我抄襲 然後你說我怎麼樣 那我就把整個故事 是有點是顛倒打亂 全新的東西 當然裡面有一些 治理行間 他會去影射 或者是連接這個世界 我把它變成一個新的故事 那我們來唱一首 抄襲是不是 差不多的先生好了 不是啦 什麼舒適 你也這樣嚇了吧 我從了差不多的煙 又過了差不多的一天 差不多的閒 我過著差不多的閒 差不多的閒 差不多的閒 我的差不多的邊緣 又是差不多的一年 差不多的台北市友 差不多的名字 差不多的 用的差不多的知識 寫著差不多的字 發的差不多的事 差不多的夜生活 喝著差不多的酒 差不多的 音樂喝著差不多的酒 差不多的絕望做的 差不多的夢 穿著差不多的衣服 然後在差不多的空 差不多的畫 差不多的老遠的話 欸 差不多的該回我 那差不多的家 差不多的蝦子 乳為馬 都差不多嘛 繼續繼續 蝦子摸像吧 有差嗎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天生 代表我很天真 代表我是個XX人 就差不多的人生 總在見風插針 總在見風插針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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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想過 退休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那就是 前幾年疫情嘛 所以疫情其實 你有很大部分時間 都是你也不知道幹嘛 你就在家 那時候想說 如果退休的生活 是長這樣的話 XX不要退休 就感覺好像真的就是一個 對老人廢人 就那個XX我不要退休 我說如果我真的寫不出 這麼好的歌的話 那我寧願退休 欸我說你很喜歡這個東西 你會一直堅持下去 你沒有發現 其實我就是在打嘴炮 那你這張專輯 有什麼創作理由 我覺得也沒什麼理念 就是你想寫什麼 你的生活是怎麼樣 你就寫 聽說拍拍手 跟外物都是在寫 憂鬱症的歌 那你是自己有這樣的經歷 抵抄 還是在寫別人的歌 我覺得只要是人 他都一定會有 憂鬱 沮喪 心情不好的 走不出來 對就是他不一定是 真的有憂鬱症 可是每個人他一定會有 反照焦慮 這兩首歌都是在寫說 是這個狀況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被這種一時的情緒 給迷惑出 我告訴你打beat嗎 不要不要不要 翔翔 看到你這麼辣 我就心癢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